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 姑娘啊 就是我似乎觉得 这个男友在你面前 完全是透明的 钱归你管 身份证归你管 一个是经济大权 身份证是一个出行权 两大权利你都掌握了 关键是他妈跟他说点小话 他微信朋友圈里的 一点异动 甚至他在办公场所的 一点点小事 你似乎都在掌握啊 你这个消息很灵通啊 又经常查看 他那些记录什么的 所以你经常查看 有没有查看出一些什么 铁证如山的东西呢 就是顺口红啊 他这个就绝对不纯粹 给同事 给我 作为一个女朋友 他顺着这东西 他说的那是他的小组长吗 是同事吗 是同事啊 这个能确认啊 应该是同事 男生所以今天来 就是很困惑 对吧 对 所以朋友指了一条路 说你来爱宝吧 是这意思吧 我来问问女生啊 你心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委屈 你会觉得 这个男生变了 跟以前不太一样吗 就非常不一样 而且他现在吧 根本就一点都不关心我 就是有一次吧 我就在这公司里面加班 然后我跟他说 我今天会加班到很晚 你来接我一下吧 我没有带雨伞 外面下大雨了 然后他呢 也回了消息说 嗯 好的 然后呢 我等他等到11点 他就是一直都不来 为啥呀 我不来那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这个职业 就是说客户 有可能容易被挖走 然后正好 就也是公司里的人 给我挖走了 挖走了吧 我就和他上前理论嘛 经理给我们的一些 出生结果呢 就是说我们俩都扣钱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我 千金万苦找的这个东西嘛 成果呢 却是他来那个享受的 我那时候越想越郁嘛 就回家喝了这么点嘛 哦 然后没想到自己酒量不咋地 然后就断片了 喝多了 对 所以就是我不重要呗 最后还是没来接我呀 还是让我自己淋着雨啊 那你觉得你男朋友 这被人呛单的这种心情 你能理解吗 我就只知道 他答应了我的 不开心你回来 你跟我抱怨 跟我说嘛 你就不担心他喝多了以后 出点什么事吗 我也不知道他喝多了 我回去了才知道 他喝多了 你当时就没想想 哎呦 为什么他这一个小时没来 你不担心他出事了吗 当时也没想这些 就是哎 你怎么还不来呀 打电话也不接呀 这些 行 好 所以你是在情绪头上的是吧 这是他变了 肯定以前不敢出这个事 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 他变化的事呢 还有就是他现在吧 越来越不经斗了 我生日那一天嘛 他呢给我准备了一个蛋糕 收到蛋糕之后呢 我就想 哎 他竟然懂浪漫了 知道给我惊喜了 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吧 我就想逗他一下 我就躲在门后面 他进门的时候呢 我就把蛋糕抹他脸上了 结果他当场给我甩脸子 就是他给我动手了 你这是抹脸上 你就直接抹脸上了 我一上楼回家 家里黑漆漆的 一面就一大蛋糕 往你脸上抹 然后今天眼睛 那是抹吗 眼睛和嘴巴里面全是 就很难受 那我也不是故意抹啊 就是这么拍过去的时候 一下没啥作 我还能控制他 不是 你这拍过去 你显然就是想糊啊 主观故意啊 就是想弄人一脸啊 因为主要现在年轻人嘛 也就比较玩得都是这样嘛 然后就是他也不搭理我了 甚至呢也不陪我过 蛋糕那还甩我身上 他也不努力啊 这玩意我咋回你说啊 我自己这一脸蛋糕 被惊着眼睛里比自己都适 你还在那笑 那我不就转型就走吗 我甚至你把蛋糕甩我身上 也没陪我过 让我一个人过你 不是 年轻人玩的 都这样玩吗 你抹他一下 他抹你一下嘛 你生啥气啊 姑娘 重点是他走了呀 他也没搭理我 没陪我 让我一个人 甚至就在那里 咕咕哒哒哒的过我子 哦 行